大家好,这一章节给大家讲解的课程是图片上加超链接 在我们的产品或者新闻信息页面上面,我们会上传图片 但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图片去加超链接 去加超链接,链接到与它相关的一个页面 那这边是我们在新闻里面发布的一个新闻 然后我们上传了一张图片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产品,实际上这个产品图片 它在product的栏目里面会有一个最相关的一个页面 是有这个最相关的这个页面的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点图片,直接链接到产品页面 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 能够详细的进一步了解 好,那我们这边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演示一下图片上如何加超链接 首先我们也是进入后台 进入后台,然后新闻管理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这篇新闻 通过我们的新闻标记快速检索 好,点击修改 好,这是我们已经上传的图片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加超链接 第一步是选中图片 第二步大家找到这边编辑框上面有一个像环形锁一样的 锁标放上去,它显示的名称叫超链接,点击 好,这边链接地址,链接地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要找到跟这个产品,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个产品这个图片最相关的product里面的这个页面 我们找一下 好,在这个页面 好,所以这是就是它的这个图片的链接地址 好,我们填上去 好,那么这里面的话,标题啊,大家注意了啊 也是这个就是图片的这个关键词啊 是否在新窗口中打开啊 之前上传文本的时候给大家演示过 你也可以选择啊 不是在直接这个页面里面进入啊 我没有勾选啊 大家再看一下实际效果 确认 好,发布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新闻啊 我们刷新 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样图片我鼠标放上去 它已经可以有一个小手一样的 有一个链接了啊 我是直接没有在新窗口打开直接进入啊 客户在,也就是说我们来讲一下啊 就客户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了关于这个 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那么他看到我们这边上传了一张图片 那么有些人会直接点击图片 好,点击图片就可以直接进入啊 跟这个产品图片相关的productor下面的一个页面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图片上去加超链接 特别是你在发新闻或者写一些blog的时候 你可以对涉及到的上传的图片去加超链接啊 好,所以图片超链接就跟大家讲解到这边